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灿烂时光会客室 石油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这一系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要去看这个事件背后的门道 也就是它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 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Podcast跟YouTube频道 当然更期待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你的每一笔的捐款 我们都会做最好的使用 也是对我们最重要的鼓励的方式之一 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 大概我们在去年底就讨论过的一个议题 就是农地伪装工厂 为什么今天还要再重新的讨论农地伪装工厂 因为3月20号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这个登记纳馆的大线 辅导的大线就已经到了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资料 4万多家的农地伪装工厂 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目前已经在登记纳馆 这个登记纳馆会不会真的执行 或者是那些到时候没有登记纳馆的 这些农地工厂 它会不会被断水断电 或者是说纳馆的工厂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辅导的措施 都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 不过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农地工厂的出现 我们当然现在可能有人会考虑到 现实上面大家必须要一起生活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农地工厂弄走的话 很多的乡村地区的人怎么办呢 他的生活他的工作整体的经济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样的一个考虑到怎么办 同时会不会是一个环境上面造成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要最根本溯源 从一个根本溯源的角度来谈 为什么台湾的农地工厂会出现 台湾的农地工厂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台北办公室的主任吴元玉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吴元玉你好 你好 我想前一阵子应该讲这样说 这一阵子该农地工厂的问题又开始有一些讨论 但是这个讨论大概会这些要被希望合法 或者是在农地上面建工厂的人 以及环保团体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关系 那前一阵子地球公民基金会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讨论农地工厂的问题 也就是工夫法的大限就即将来临 可以告诉我们地球公民基金会 在上一次的记者会里面提出了什么样诉求 跟什么样意见吗 嗯好就是其实农地违章工厂这件事情 它已经存在非常久了 它其实从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 就自从我们有土地使用管制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只是在近15年的时候 才开始把它列成一个issue 就是要开始去解决它 那农地违章工厂其实从2010年开始到2022年 它已经有12年的时间让工厂可以来纳管 可是这些工厂当时是很明确是只有萝卜没有鞭子 也就是政府它提出了一些优待条件 让厂商来纳管 可是它没有针对不来纳管厂商确实做断水担电或拆除 所以在当时来纳管的工厂其实不到1% 那所以我们的这次记者会诉求 其实就会比较要谈清楚的就是 未来等到3月20号大线结束之后 这些违章工厂应该没有来纳管的 就要确实被盖水担电 因为唯有它确实被盖水担电 这些工厂跟以纳管工厂才不会有不公平的竞争 同时就是厂商也不会去想说 好像政府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 那就继续抢建造成农地流失 所以重点就是三年之后政府要确实断水担电 我想这也是因为前面几次所谓的大线 这次当然是大线 可是在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法规的 也希望去做某种的希望纳管 但是政府也没有很严格的实施 然后大家也都兵观望 然后又找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压力 开了不断的开巧门 那当然这从环境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破坏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 它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的确 它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这种产业规划 那所以地球公民进会 希望这一次是完整的 对吗 就是不被纳管了 我们就来断水断电 嗯没错 就是所以像我们下周也会再开一个记者会 那这个内容就是要谈说 政府的人力几下量能事实不足 那他要怎么样运用 他从厂商收到的21亿的钱 每年都会有这笔钱 怎么样去征僻人力 不能让一线工人员类的要死 但是永远能够达到确实断水断电 嗯 OK 这题我们待会儿再继续的往这部分去谈 不过 我想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农业 农地的工厂 农地的伪装 工厂 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其实虽然造成污染 但是也蛮近的啊 可是他事实上是有一个发展的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会有 为什么农地会出现工厂 或是农地会开始产生一些移动的状况 跟工业化跟都市化是有关 可是一般来讲工业化跟都市化的这种情况 会造成人口往都市移动 那农业会转型成为一种 往工商业的这种发展的模式 可是其实在台湾出现一个 我觉得还蛮值得关注 也跟这个农业 整个农地违章工厂的发展是有关的 出现一种叫做离农不离村的这种现象 那也就是说 虽然不做农业了 可是还是活在他自己的村庄里面 在他自己的原来的家乡里面去生活 而这也是造成台湾农地工厂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嗯 没错 就是其实台湾在早期1940年代开始 其实就因为日治时期 晚期他有战争需求 所以一直都有一些兵器的需求 或者是 所以他当时会有些台湾人 然后特地跑去日本去做学习 就是一些兵工厂的记忆 那这些记忆呢 最后就会再带回来到台湾 那这些人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些农村子弟 所以他获得了一些 无论是电镀的能力 或者是铸造 还刷的能力的时候 他就想说 回到自己家里面去开小型的工厂 去做翻杀等等 那这样子的技术后来 随着可能1950年代 60年代我们的外销越来越好 那其实他的订单的外包也会给更多的家户 那所以是这样子的脉络下 他会让在农村里面 其实就会有这样的记忆 而且足够的人来发展 不过事情还不仅是如此 他其实还有跟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 他们很容易有大型的贫民窟 那这些贫民窟为什么会出现呢 其实就是快速的工业化 然后他们必须要从农业的产值去榨取利益 然后把它移转到工业 所以他会用很便宜的钱来收购糖 或者是收购一些农产品来做发电 或者做燃料 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农村他们在农业生产上面 其实赚到的钱会越来越少 那就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去都市生存 那后来就会形成像贫民窟 因为只有都市才有工作机会 那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在1960年代左右 那其实台湾政府还有当时的美国的智库 有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他们特地允许了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的工业行为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进行 就是你不需要跑到都市里面工作 你在原本自己的家乡的 你的村落啊 或者是你自己的庭院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那当时的那个规模也非常的小 就是你可能就是两三个人 甚至是一个人一台机器 然后在可能两坪的空间 你其实就可以进行生产 所以是这个原因让很多的 因为就是当时允许可以直接在客厅及工厂 然后去生产 然后工业区也会合法的去外包这些订单 给农村里面的人 所以这些人他就留在了农村 那这个其实是跟政府的制度有关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 也跟台湾西部平原 其实很多是种稻米有关 就是其实去看东南亚 东南亚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 其实都有这些农工混合的状况 然后甚至是农民是在自己的村落里面 做工业生产 其实会有这个倾向 那在台湾会很明显的原因 其实也跟东南亚有关 是他们会种植水稻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气候偏热带 然后我们种水稻的时候可以有两收 但是其实种水稻在所有农产品当中 它是一个相对方便的一个作物 所以他可以就是早上去灌溉 然后他可以就是有空闲的时间 就可以去工作等等 那还有就是比较农闲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有空出好几个月的时间 是没有工作的也没有收入 那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会开始想说 要去哪里打工 那就会可能去一间小工厂里面打工 那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很简单 他自己就可以复制 然后就带回来到其他的家庭里面去做加工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 有一些地理上面的因素 然后也有当时国家政策有关 让大家其实在农村里面的人 他们是可以直接留在农村 就做工业生产的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也使得这个农地工厂 或是农地的伪装工厂在处理上面 它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纠结 或是非常多的矛盾 那这个纠结或矛盾事实上 是跟整个过去台湾的历史发展 或是国家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 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原因 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讲说 半农半X 其实在过去就是了 这农地工厂的状态就是一般面 他可以去种原来的这个农田 他不需要放弃 但是他同时也可以在工厂里面打工 或者是他其实有一部分 在时间上面是做所谓的交错的 那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 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的把 这种所谓的区域的划分 国土的政策就很清楚告诉他 这是工业区 这是农业区 那你就不要在农地去做嘛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一部分他跟移动的能力是有关 一部分会不会也是国家政策上面 某种程度上面 他就是一个苟且或者是便利形式呢 我觉得当时在政策上面 确实会有这个两难 因为当时我们在积极要从外汇存底 所以我们希望大量的去做加工 然后出购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 就是很便宜 所以他的商品便宜 所以接了很多的订单 那既有的工业区其实是消化不了的 所以他会把一些比较是初步的产品 先给农村的人先去做一级的加工 然后再带回来到工业区里面 再做二三级的更加强版的加工 所以当时就是确实是为了国家 他要去保障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 所以他去做了这样子的取舍 让工厂可以留在农村里面 那不过当然因为当时就是 环保的概念并没有那么的形成 大家都觉得污染就排出去没差 他们并没有那个环保的意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那到现在呢 就是这些工厂的规模一千 他可能就是一个一两瓶的小房间 就可以做生产 可是这些工厂 他可能也存活了十几年二十年等等的 所以他的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了 那他的巨大就是已经是 可能农地上面就是两分半三分好几家 可能都是一个工厂的厂区 所以当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才浮现出来说 原来台湾的那个农地混杂 其实是这么严重 那我也再补充一个脉络 就是以前在乡村是有聚落的 那以前的工厂就是这种小型的加工 无论像是电镀 他其实在一个小小的浴缸里面就可以进行电镀了 所以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小的 然后他可以直接用骑机车就可以运送货物 所以就是在一个乡村聚落的范围里面 可是到后期就是因为这些工厂慢慢长大 所以他才开始要有更多的土地 他就往外面的农地去挪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部平原上面会有非常大的农业 就是农田跟工厂毕临 他其实是比较是在后期就是2000年后的这些工厂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才开始把往外面移 就是因为腹地需求往外移 也才让这个问题就是真正浮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事实上也让台湾的产业其实产生了某种的独特性 就是应该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所谓的客厅级工厂 待会我们会在这部分再做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 可是在这种农地上面长出来的工厂的形态 它的产业形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特别是它跟在地的连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或者是它是不是也自己也发展出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上下游的产业的关系产业链呢 就是说像我自己就是研究所的时候是做陆港顶饭泊 然后那边是全台湾最大的水五金 也就像是水龙头这种会使用到水的这种金属类 它的最大的生产聚落 那没有错就是它一开始它只是很小型的工厂 但为什么它会变得越来越这么庞大 它当然也是跟当时透过很多贸易商去外面去欧洲 或者去美国接很大量的订单带回来 订单一袋大 然后其实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离开农业生产去加入这样子的工业生产的行列 那我们通常在看台湾的农地上伟酱工厂它的产业类型主要是传统产业 就像是我们常听到的纺织业或者是螺丝丁或者是水五金这些 但是并不代表就是只有这一些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 就是或者是竞争力已经开始下滑的产业 像是台中它其实就有工具机 那种工具机是非常技术密集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机器手臂 然后它会去无论是开刀啊 或者是它可以很复制去做同样的生产链的活动 所以说农地工厂我自己会觉得它里面产业是非常多元的 那同时它的工厂的规模也是非常多元的 它可能有一个厂是有五六十人的工作人员 但它也有可能一个厂它就只是一两个人 就一个夫妇自己在做加工而已 所以它的那个光谱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其实再去喊说农地违章工厂去撤离 它其实是把所有的工厂类型投资化 那其实也是我们很不需要看见的 因为不同的产业它会有不同的土地使用的特性 那它所需要的空间就会不一样 它其实应该是切入不同的产业要细致去谈的 但是过去工服法就是掌管农地违章工厂的工厂管理辅导法 它其实是把所有的工厂做同质性的分类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违章工厂的千里 对于在地而言是很不能接受 他们就觉得 他就觉得这间工厂其实就是在地的产业 它只不过是工业而已 为什么就要千里 所以他其实就会有这样子脉络的格格不入 而且其实跟当地人的生活生计 是非常高度相关的一种产业的形态 那当然从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观点 或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 的确是要更细致 那也因此在这个工服法就会希望 这些工厂应该要去纳管 纳管都是 我只要去看你的这个表现 或是你的这个工业的性质 那我要求你做好一些环保的工作 所以可能是在某种上面 可以也许可以叫做两全其美 但是怎么样去降低那个污染恐怕也是更重要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台讨论 我想要在之后再请教 这个袁玉的问题就是 你刚刚有谈到所谓的客厅挤工厂 事实上在2019年工服法修法的时候 我们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历史工业 这个历史工业原因是客厅挤工厂 可是你刚才也提到 你自己的论文里面自己做的研究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完全同意 就是一个客厅挤工厂这个问题所造成的 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过去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是这个样子 可是慢慢的产业发展之后 这种所谓的产业形态调整之后 那为什么客厅挤工厂 这种所谓的比较发展主义的 经营的模式 产业的模式已经不见了 可是农地工厂好像又持续的出现 或是它并没有消失 我们先休息一下 要来解决这个農地工厂的问题 够有点不定期的工厂 今年三月十九会最后定期期 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这传播团队是会有相关团队 到这三月二十 时间一到就应该 虽然等水等电 近前生守的相关文件 把整面拨打到完完 传播团队 给有政府相关团队 在工厂管理工厂 发展主义的三月二十一九 就要虽然对農地为中工厂 等水等电 全臺湾有四点五万家的农地 违章工厂 但是目前只有二点一万家 来申请纳冠 那我们担心这些工厂 还在等政府是不是会放水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传播团队的欢乐说 農産立工厂 进行到行政院来进行 会影响到政府相关团队的决心 所以再次来调整机家会 又说出 正日空日空年三月到 去年十二月底 台差的農地为中工厂 还有超过八三红差处 另外还有两万家没入管 这款人力和效率都要够优台加强 所有违章工厂在纳管的时候 去缴交的纳管辅导金 营运管理金 那这样的钱一年大概有二十一亿在全台 那这样的钱一部分应该要拿来拆除 另外一部分也应该要拿来作为查处人力的支出 有些工厂他们明明没有办法纳管 却还是来申请 手上都已经有资料的 这些应该在优先积蓄表上面是最优先的 经济经济报在那九年的年底资料 已经有一万四千多金的业借 申请6冠 其中有七千多金的工厂 提到特定工厂登记 有欧欲拔署未登记的工厂 也怕向合法的登记 这样的经济报的业借 也怕向合法的业借 在那三月十九之前要快来办理 6冠 也怕喝湿来干净 在这里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共鸣行动引力 进入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带大家去了解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那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更期待 您可以来分享我们的资讯 或者是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独立媒体 让我们做的事情可以更独立 更深度 更走得更好的这些相关的报道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 其实我们在去年底就曾经谈过的一个问题 农地的伪装工厂 那不过我们今天的讨论一部分是因为 这个大限将至 因为功夫法的这个时间要到了 赶快去纳管 可是现在还有一大堆的工厂 他并没有去进入到这个纳管的程序 另外一部分 我想要把这个问题谈的更深入一点 就是回到一个历史的脉络去看 才不会有所谓的个人责备论或者是忽略了这一个问题发展的这个复杂性以及多样性 今天在节目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台北办公室的主任 吴元玉 元玉你好 你好 现在元玉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大致跟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台湾农地工厂发展的一些历程 那刚刚我们在上段的节目当中也听到说 在台湾的这个功夫法在修订的时候呢 有政府讲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其实农地工厂是历史工业了 我们刚刚谈到其实也可以看到他的确是一个历史工业 那特别指出跟这个客丁级工厂的这当时的比较偏向发展主义的这种政策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不过其实元玉也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看到你的论文当中对于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认同是吗 嗯没错 就是客丁级工厂政策他在1960年代 1960 1970年代开始执行 那这件事情会说是农地上涨工厂的主要原因 所以政府就会说这是一个历史工业 所以我们要极尽的去辅导这些工厂 可是这其实是用一个单一的事件去合理化整体农地违章工厂的存在的现象 那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讲说 那从1960年代到2020年代 这中间还有什么事件是必须要去厘清的 才可以去归咎于到底是不是客丁级工厂的政策 那首先呢 就是1960年代确实当时是有很多的工厂可以在乡村区继续生产 可是当时的生产规模就是如我上一集有提到 他其实就是自己三合院的庭院的这样子的规模而已 所以他并还没有 对他并还没有扩张到外面就是更大块的那种腹地的田地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 我们现在去农地上所看到的工厂 他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可能就是有两分半以上 甚至是更多更大的规模 这些规模并不是在1960年代197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的 它是在后期 那这些工厂是怎么样从原本的农村跑到外面去呢 其实有一个关键其实是在2000年之前 就是差不多在1990跟2000年的时候 就是以我自己的田野地点为例 我是做陆港水五金产业的调查 那其实在1990的时候水五金的生产已经相对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当时很多的所谓台商就他们开始去中国去做生产 那他其实就把原本 对当时的普遍的西境政策 对对 所以当时其实很多的工厂他并没有在台湾的农地上面 就是他已经整个搬去中国了 对那这是一个支线 那另外一个支线就是他并没有想要特别去中国投资 所以他就一直留在台湾 那他的厂房的规模可能也大一点 可是因为去中国其实会有财务杠杆的需求 所以他会扩得很大 就是因为以前是可能一两可能两三个工业社 就可能我是做电镀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模具 然后另外一个兄弟是做翻杀好了 那总共这三可能这三个工业社 他原本一个工业社就是二到三个人去经营的 但是我们为了要合资一起去中国我们去贷款 所以那个他的规模就是会变成不同的部门 就原本只是一个小型工业社变成部门 然后去中国生产 所以他的扩张的是很大的 资本额的扩张也很大 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去农地上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 会有一种厂房 他的命名都会很奇怪 就是他的命名就会用很多很不像台湾传统的字 就是一些 要是中国的用语 对对对中国用语的 对对对 那通常就是这些厂房其实很多就是他们已经去中国了 然后可是后来其实非常多的工厂在中国生产其实是不成功的 所以大大约就是成功就是一成 其实九成会失败 那有一些他们可能失败了就就收掉 但有一些他们就会觉得那我就回来台湾继续生产 因为还是有一些资本 所以就变成说在台湾的农地上 有一些其实是在2000年之后 因为当时中国他们的环保政策抓得非常的严格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待不下去的 他们就 他们的环保政策比台湾更严格 对对对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可能台湾还有人是就是污染头发是直接排出去 就是水阵里面的 可是在中国他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因为也跟他们当时有北京的奥运有关 所以他们在前期非常激起的查气 然后另外他们也有一个政策是他们想要太坏高污染的产业 他们想要 对他们要产业升级 所以说就是那些会有污染的产业 他在中国生存不了的时候 他就会回到台湾 对那 举例而言就是像中就是一个废物水排出来 台湾是直接排到河道 可是在中国你必须是要做地板的架高 然后大家进去的时候可能都是要穿越像是无成衣的这样的工作服 然后而且他的污泥的那个底泥他会严格去控管说 你今天应该会产生多少的污泥 就是那种重金属的污泥 然后你排去哪里 所以在没想到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跟台湾的环保的标准就已经差异非常大 所以很多就是承受不住中国标准的 他们就会回到台湾做 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就会先回到农地上 自己家里原本的田地就开始盖起来 所以其实有一个类型的支线 他们是吸进之后又回台 然后在楼地上长出来 那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 他可能就是都没有去中国 他就在台湾 然后但也是规模比较小的继续做下去 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们该谈的事情就是谈说 为什么2000年的时候 当时感觉台湾的发展应该也蛮不错 为什么我们还让这些工厂可以回来 甚至是采放污染 就这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不能用历史工业去谈 这就是很明显是政府对于我们的农村 或者是非都市土地的管制 是完全失灵跟失去想象的 这也就是其实应该是切个两部分来看 一个的确是在整个产业发展里面 他可能有某种的需要 或者是某种的怠惰 但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的谈法 会觉得说事实上是我们对于 所谓的农地的管制 或是工厂的管制 他其实是更宽充 我不晓得这个是希望这些台商回流的想象跟期待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让产业回流台商回流 可是台商回流他到底要去哪里 其实他们如果就是如果我们的既有工业区 他的设置的区位或者是他并没有严格去管控闲置用地的话 那台商回流他其实是找不到他适合的地的 那很多他就会挪到农地上去做生产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喊台商回流的时候必须要有配套 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个指引 甚至是我觉得也不用 就应该说更根本而言 就是农地上面的新增建工厂就是要马上的拆除或断学断电 这样的话自然就不会让厂商觉得 我工业区太贵我进不去 那我就赶去农地 而是他会很努力的去争取他要进去工业区 然后把我们的产业导向正常化 对 这也是意思我觉得也很纳闷 就是如果他们在有些国家 例如说在美国的环保标准可能比台湾高很多 但是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去美国 那表示他是可以做到某种的接受 因为当然他成本会比较高 可是我们常常在心态上面觉得说 如果我们太严格了 这些产业不回来 或者产业就会出走 那我们就完了 但是事实上会不会真的发生 恐怕是一个问号 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要必须有更多的实证的讨论 而不是想象 然后这想象就造成某些的这种环境 或者是农地是被牺牲了 这最后是得不偿失 我们要花更多的成本 要来去处理后面所造成的这些问题 他不只是环境土地的成本 他的行政成本也是很高 我觉得这些有时候 就是不太懂 这常常是一种本末导致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刚刚你谈到是一个比较在于产业政策的部分 事实上这个产业政策你刚刚谈到了 因为包括整个国家发展 过去的客厅级工厂 或是整个的西境政策 也好事实上都是跟产业政策有关 可是其实除了这个产业政策之外 在农业的政策上面 是不是也可能是造成这个农地工厂 或农地伪装工厂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呢 没错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年化条例有要修法 也就是土地可以由自然人去交易买卖 但当然就是这些的农地 仍然是要做农业使用 所以是农民必须是要有农民资格的才可以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整体对国家的农业的想象改变了 就是我们过去是原本觉得就只能农夫 然后农夫的身份资格 你才可以去做耕耘 但是后来会觉得这种大电农的做法 可能已经没办法符合时代潮流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那要用一种分散式的 可能就大家比较是小型的去做耕耘的状况来进行 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利基点 就是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开放了自然人可以买卖农地 对那自然人可以买卖农地 理论上他们如果真的做农业使用 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人他就会拿来去盖豪华农舍 然后拿来做工厂的办公室啊等等的 就是会变成说我们在前端的开放 当初是有一个利益良好 可是我们在后端的管制并没有落实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去钻漏洞 就会觉得那我可以就是在我自己的庭院去放几棵树 我应该就是符合农业使用了吧 就是他们会去诡辩这些农业使用的标准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后端的管制 其实应该要更去掌握 才可以让农地上并不会去做有更多的违规使用 所以我会觉得任何的政策去施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法可以管 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现在农地违章工厂问题就是这样 你刚刚谈到我们有很多的法可以管 事实上最近最直接当然就是所谓的工服法的大线 那我们知道在三月底就是你必须要去纳管 那我想要去请教袁玉就是 那目前这些工厂的登记纳管列管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那你知道那已经变成列管之后 也不是说我说我要成为工厂 它就给它还有很相关的这种 这种辅导或是相关的这些措施 让它去减少它的污染的情形 现在这些状况做的如何呢 就是目前全台湾有4.5万家的农地违章工厂 然后已经申请纳管的就是有2.2万家 那还有2.3万家组 因为它们没有去申请纳管的话 依反它就要被盖选单点 就差不多一半左右到目前为止 我们录的时间 对目前为止 然后在未来呢 就是已经去纳管的厂商 它其实要去改善它的消防设备 还有改善它的污水设施 所以它花的成本其实会依规模的不一定 可能就是30 100或者是更多 不一定 那这个当它的改善项目都已经符合标准之后呢 它其实就下一步就会取得一个叫做特定工厂登记 那它取得这个登记其实相对于一般工厂登记 就是我们合法的工业区厂商它都是用一般工厂登记 那因为这个是一种特殊的状况 所以它叫做特定工厂登记 那当取得这个特登之后呢 它会有20年的落日期限 也就是它可以在农地上待20年 也就是它在2040年以前 它都可以在农地上面待着 那这个其实是政府想要让它进行一个落日啦 就是说就框定说你2020年之后 2040年之后你其实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产业 就是在农地上冒出来 那可是如果里面有一些特登工厂 它的厂规模其实蛮大的 也蛮有资本的 它们就可以去走另外一个叫做就地合法化的行列 也就是它可以把它自己做用地变更 然后变更成就是可以做工业使用的地 然后它就会取得合法的一般工厂登记 所以说它就是这些工厂 当然就是2.2万家工厂来纳管 那有多少家可以取得特登是一个问号 那又有多少家最后会走到用地变更 成为合法的工厂 这又是问号 不过大致上这个流程是这样子 总之它如果纳管 它有可能可以持续活20年 或者它甚至可以永久活下去 对 那这个是对整个台湾的农地政策 环境政策是好的吗 还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必然的过渡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很困难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过去都希望就是每个地区 它要分区去看这边的产业 然后去做一些工厂的迁移 就例如这边的工厂比较聚集 那就把这边比较稀疏的工厂搬过来 去把它做收拢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日本的 过去日本其实也有违章工厂 就是日本的违章工厂类型怎么处理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农村的附近开了一个工业区 然后把这些零星的工厂都较进来 就是一致的管理 可是在台湾却不是这样 台湾是工厂就是各自三壮的 在农地上就可以就地的安置20年 所以就变成说它会造成的问题是 这些分散型的厂方 其实它的污水设施 或者是它是不是自己偷家的一些制程 其实很难被把关的 因为公务人员假设像彰化线好了 他们的承办其实只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怎么能够去看 就是农地上这么多可能上千家的工厂 他们到底分布在哪里 然后有没有偷拍 他不可能24小时都在监督这件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纳管政策里面 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我们没办法掌控它的污染的时候 它偷拍那到底就是该怎么办 那其实政府的态度就是要靠在地居民自己去检举 就是你发现有问题就是简单 他们在做改善 对对资历就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 我觉得是很不得已的 但是确实是依政府的工作量能 他们会选择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处理违章工厂 我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深入的产业调查 然后也没有那个能力去 米平那种土地产权 开出新的小型工业区来挪进来 就这些工程可能都是要花五到十年才可以完成的 但他们就想要用一个比较相对于快速减变的方式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进行 但是这种快速减变的方式 说不定是成本更高的方式 我例如说对于工厂来讲 他假设他有认认真正做一个工厂 不要污染 他事实上一个人去做这种所谓的排污水的设备 或者是这种防污染的设备 事实上他的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是大家一起做 或是政府去做某种的协力 一起工作 这个把它建置起来 他成本是比较低 当然如果是抱着一个比较苟且的心态 就是让排掉 他的成本当然是很低 可是另外一个成本很高 是对国家的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排放吗 那你要去抓他 你根本也没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 在台湾的公务人员越来越少 越来越是这种所谓的派遣室的 那这个成本也很高 那对民众的成本也很高啊 就是我的家里面可能会被污染 然后我每天都要提心吊胆 会不会排放出来 然后排放出来呢 我敢不敢去检举 检举我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检举有没有效 这也是一个成本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浪较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我们以为大家是一个最方便最简便的方法 其实对于厂商而言 对于民众而言 对于政府而言 他可能是三输耶 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之前过去说法 一直在抗议的事情 就是我们就长久的成本来看 绝对是双输的 就是因为呃工业变成工业区的厂商 他要跟这些用很低廉的成本 就可以生存的厂商竞争 那但在工业区他可能整体的呃 的规格要求更高 他其实付出的成本是比农地上这些特定工厂 付出的成本还要高很多的时候 他其实会导致一个问题是 呃生存不下去的工厂 他为了工业区的工厂 他为了要压低自己的成本 他会把更多的订单外报到农地上的工厂 甚至是有一些工厂组 他就是直接挪到了农地上做生产 他说过他是有两套啊 他自己一个是在核发一个是在农地上 对就是玩就是用工业区的厂商接订单 然后放到农地上的厂商做生产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这整体的外部性 是会更高的 甚至是呃未来的这些 因为更多订单在农地上生产 产生的污染问题也会更多 那这个东西如果工人员又抓不到 他其实就是直接人民要承受 嗯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状态 相对可能理想的做法 可能是我们的公务人员 大家要更努力一点 然后该辅导就要辅导 然后我们的厂商也可能要更多的自律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自我要求更高一点 那这当然是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底下 可能这种状况可能要维持个几十年 那到底是好是坏 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都很清楚了 那当然 作为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看 就是在过去就曾经有一些相关的这种 要他们纳管登记的做法 可是常常这个时间一到 这个大线它都会变成无限了 这个因为各式各样的现实的因素 跟政治压力的因素 它可能 这个原本的 甚至连这个最低廉的 最起码的良善的东西 它可能都会消失 你们担心这个情况会发生吗 当然 就是说在农地上的违章工厂 我们一直主张就是今年320之后 就是最后的期限了 不能再延展 因为它的延展就会让厂商觉得 这个政治是可以被动摇的 那我就不需要很认真去遵守它 那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就是大线不能延级 还有第二步就是 淡水淡电要确实落实 就是如果没有它落 没有这个鞭子落下去的话 其实再多的萝卜也是枉然 厂商它最终 它一定会去找更低成本的方式 去做生产 所以说对我们而言 未来的期程 其实是要常常去关注的 而且关注的项目很多 就是例如说 有没有确实淡水淡电 然后还有来纳管的厂商 他们是真的都是低污染的厂商吗 因为我们其实也收到 有一些是中高污染厂商 它隐蔽一些制程 然后偷偷去做纳管 所以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活动 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听说 在其实2014 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在 收受违章工厂来纳管 那是比较早期的纳管政策 那其实当时的公务人员是说 他们收进来就直接核准了 他们并没有真的去认真的书审它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虽然现在跟过去 只有7000家来纳管 然后这一次的大线来了 可能2.2万家 其实是多非常多的 可是后续那个书审的辨识能力 或者是他们去现场勘查 他们去辨识 有没有污染机器的辨识能力 这些都很考验 公务人员的量能 跟他们的经验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政策要落实 真的是必须要很紧盯 而且我觉得必须要征聘人力 就是现有人力是做不下去的 听起来好像没有说纳管之后 就一切是这么的美好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在我都觉得是我们有便宜形势 或者是趋就于现实利益的状况底下 他做出来这个政策 那现在我们大概只能想说 好吧那你就认真做吧 至少该时间到就该去解决 该停断水断电就该断水断电 不过能力的部分至少赶快去补足 不管用什么样方法 都应该要让这样的一个伤害是降到最低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是同意了这个农地里面 是可以有这些小型产业 微型产业的做法 这当然也完全不见得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事情 只是在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 他的环境问题一样要去照顾到 今天非常谢谢袁玉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